物件的對齊與高度 當我們的物件 這是兩個物件 他是處在一個平面的狀態 那如果你要把兩個物件 像這個把這個圓形 疊在這個正方形上面 那我們就有高度問題 高度在哪裡 這一個三角形箭頭 往上拉 他會提高起來 我提高到這裡 你再把他移過來 這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 圓柱體 疊在這個 正方體上面 如果你 換一個方式來講 假設我不要這樣 我可不可以圓柱體 在上面 可以 你看一下他就這樣 在上面這樣子 旋轉看 所以高度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然後又有前後問題 這個如果跑很遠 我們有前後問題 放在這樣子 他不會黏在一起 那兩個東西如果要對齊勒 你可以選擇怎樣 把他選起來之後 這邊 叉叉這裡 這個 然後選擇 第一個對齊 然後這邊又看你要怎麼對 我對這一條線 我可以對這一條線 我可以對最上 高度要一樣 對上面 對中間 這邊 再看一次 兩個物件怎麼對齊 選起來之後 選擇這個叉叉 選擇第一個 A開頭這個 這是對齊 對齊的時候有很多條線你可以選擇 這邊出來的任何一條線 你都會選 我不想對中間 我有對前面可不可以 可以 對完之後你看 你看我滑鼠過來 他這邊就會有一個 對完的狀況 狀況給你看 看是不是 啊不對 我應該對後面 你看那個圓就往後面 好我對後面 他對在一起啦 好 那 高度的時候你注意這三 上面有三條高度 對的 對對還是不對你要選 對最下面 對齊 好這樣子就可以 對齊還有高度問題 你就可以很順利的把 很多積木疊成你想要的東西 對齊